原來加拿大安省有好好食的我Jimmy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仁仁菜館 原本下班都想著出來吃飯拍片 但回到車子又肚餓 我家又沒什麼吃又不想煮飯 近一點來這裡試試吧 其實仁仁這裏是很久的歷史 好像我這些老華僑多人多 什麼人都試過 這次想想想好像很久沒來過 又不知吃什麼又近家 我再試試看水準保持得很好 這裏吃晚飯有泥湯菜 牙都很滋補,是雪梨煲瘦肉 很清甜 這個湯冬天喝很好 雪梨滋補,乾燥 喝這個湯很滋潤 如果嘴唇乾就好了 而我面前的燉湯就是 花旗參龍江雞燉湯 你看到這裏一條條的花旗參 還有一些雞肉 很濃的花旗參味 和雞湯味 很滋味 適合我這些 又懶惰在家裏不需要熬湯的人 來這裏有很多 喝過冬天湯 亂粒粒的就很棒 這裏就是肥牛金菇沙爹鍋 這個湯就是沙爹的湯底 滾熱了 冬天外面凍冰冰 嘩要吃這個鍋 吃完了一定全身亂粒粒 一路滾那些菇和肥牛的香味 你們不在現場 真的很香 牛肉片切得很薄 等下去煮湯很快就熟了 雖然這裏不是用最上等的牛肉 加上便飯來說已經很好 謝謝 這就是鐵板 帶子 很香 這個鐵板帶子 嗯 夠了鍋氣 帶子有些黑椒汁很香 而且沒有炒過熟 咬下去都很軟 不錯 這就是馬拉盞生蠔煲 這個生蠔煲有幾多隻生蠔 這個部分都很大 生蠔很肥美 這一餐都很相宜 吃了這麼多東西 總共是102.3 這餐的飯後感有驚喜 超棒 一直以來人人都在街坊的餐廳 都是比較平民化的食物 但這次我發現原來水準很好 有進步 比以前衛生了 比我想像中的食物層次高檔了 而且鍋氣真的很好 冬天冰冰冰 走來這裏吃幾尾 繞幾個鍋 哇 真是暖心 而且價錢也相宜 我會向各位敬力推薦